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步 取白色软桃 揉一个白色圆球做头部 第二步 取黄色软桃 捏成薄片 将头部包裹 留出脸部 修整边缘 第三步 取少量黑色软桃 揉成圆形 摘于脸上作为眼睛 眼睛内点白点 作为眼眸 第四步 取少量黑色软桃 捏成细条状 做眉毛 调整长度和弧度 第五步 同样取少量黄色软桃 揉成椭圆形 摘于脸上成为鼻子 第六步 取少量黑色软桃 沾到白色软桃 摘到白色软桃 战于头顶 在黑点上 沾上白点 第七步 用肉色软桃做鼻子 粘在头顶 用工具压出鼻子的形态 第八步 去橙色软桃 捏成两条长方形 再揉六个小圆球 将它们进行组合 粘于头顶上方 第九步 取黄色软桃 捏两个三角形 粘于头顶两侧 调整形态 调整形态 第十步 去褐色软桃 捏塑两个褐色龙角 粘在凸起后面 成此形状 调整形态 调整形态 一试 褐色软桃 可以用黄色软桃 加红色软桃 加黑色软桃 调制而成 第十一步 用橙色软桃 捏两根弯曲的龙须 站在鼻子两旁 调整形态 第十二步 用黄色软桃 雕塑龙身 第十三步 连接身体与头部 再取白色软桃 做成白色薄片 用工具划横纹 在腹胸部 沾上白色薄片 第十四步 取白色软桃 捏成圆柱形 粘于身体两侧 调整手的形状 同样 捏两个稍大的圆柱形 捏于脚底 成为双脚 第十五步 在尾巴上加上黄色的小凸起 温柔的小几起 我可以用这个小几起 切成白色的小几起 我可以用这个小几起 向前后 我可以用这个小几起 我可以用这个小几起 第十六步 去肉色软桃在两边耳朵下方点缀肉色凸起 左右各三个呈逐渐减小的形状 这样十二生肖之成龙就制作完成了 你知道吗 十二生肖中属龙的人往往都具有力量 热心、成功、胆量、健康、多情、僵直、迷惑、不信任、自夸、不满多言的性格